战争是每个国家都不可避免的,每个国家都经历过战争的洗礼,战争一般都是男人的事情,但也有例外,有些国家也存在女人上战场的故事,在中国古代本来女人是不能上战场的, 我们熟知的木兰替父虫军,也只是个别案例,今天我们不讲这些,我们来讲一讲古代日本女人上战场的故事,日本我们都知道,它只是一个国土很小的国家,国家小人口就自然不会多,如果人到了国家危害之时,日本的女人还是可以上战场的,而且就是用女儿身,而不是像中国的花木兰一样,女扮男装, 参战的日本女人,一般都会被称之为女武士,在古代日本,很多女武士都是来自武士家族,这些女人从小就接受来自家族的军事化训练,所以说,战争来临之际,她们完全可以像男人一样,上阵杀敌,而且丝毫不输男人,在日本的历史上, 自为有名女武士要属身公皇后,她虽然只是一名女性,却凭借自己的能力,促进了日本的精气发展,更为让人称极的是公元二百年,她指挥军队进入三海,为日本做出了重大的贡献,她也是第一个被日本印在钞票上的女人, 穷穷战功让她在日本家喻户晓,其实在更早之前,参战的女人不叫女武士,而是叫变女,我们从字面理解就是方便的女人,没错,一丝差不多,更早之前,她们在战场只有两件事, 一是在白天上战场,二是在晚上伺候战,要,如果这些女武士在战场上被俘虏,下场一样很悲惨,给她们的选择只有三种,要么死在敌人手里,要么成为敌人的玩物,就算侥幸回国,一样难逃厄运,会被军发为你。